早晨,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 現在是2002年10月10日 暫未住,英聚集一氣 在我讀出這封信之前 儘管今天早上這封信將有一封很好的信 神會打開你的眼睛 令你們看到祂的懷語在今天得到體驗 我在祈禱,有夢主給我一些引述 我聽到白藍漢帝兄在《六零》長橫 0911M那裡說 因為我和摩西在一起,所以我會和你在一起 他說的是1960年9月6日,大約3時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站在他的面前,是一個神聖的人 他說神告訴他 再過七天,你就會像摩西一樣這樣站 或者像摩西一樣 或者有其他關於摩西的事情 他另外還在第六至第八段中說到 我告訴我的家人,並且告訴我的親人 我看到這個神聖的神 而且,他作為一個人這樣說 他說這個天使,或者是一個聖人所說的 就是你會站起來 或者必須站起來 或者成為 或者這樣說 和摩西有關 我知道這段視頻 會去到很多國家 我知道有很多國家都有他的靈 在那裡說 這個人就是這個國家的天使 而這個人就是這個國家的天使 這個人 這個是第一個向這個國家傳達信息的人 這個人是第一個 是最偉大的 最古老的一個 一個擁有最神聖啟示的人 一個是白南漢帝兄的繼任者 我聽說過所有這些事情 我聽說過所有這些事情 其中有些人 陷入罪惡和過犯之中 背離了這一個道 但是,我們有這個天使使者 送給我們這個信息 還有一個神寧來的人 對白南漢帝兄說話 說他好像摩西一樣的站立 現在,請記住這個信息 就像我與摩西一起 所以我將與你同在 在這個情況之下 想想他是誰 上帝要與誰在一起 就像他在摩西時代一樣 在第七段 白南漢帝兄這樣說 今天草上 是摩西和他的繼任者 今天早上我要講的聖經 是關於摩西和約書雅的 他在第八節中說到 大概兩年前 我在房間裡看到聖經下來 就在那個位置 有一隻手從上方下來 分開了頁面 將聖經翻出來 約書雅的第一 到了第九節 然後停下來 然後他就慢慢地走了 我在那裡足足一個小時 所以我知道 我已經在白南漢帝兄的一本聖經中 看到他在第九節附近寫了一些記號 但是我不會把他保留 因為我們上課錄已經大 這個不是我所見或是我的經歷 而在這些也不是我對這些視頻的興趣 我想讓你知道 就像白南漢帝兄說的 道上知道 現在我們將星期日聽到的 今次要講的講道 將會是響道 那樣 哪一個是我們的響道呢? 哪一個在指導我們呢? 今天上帝的響道在哪裡呢? 他在講什麼呢? 他指導我們什麼呢?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要拿回錄音帶編號 53-0329 以色列和教會5號 白南漢帝兄在74節中講道 上帝造就了新一代 他讓了若書雅成為他和加勒的領袖 現在要注意 因為教會失敗了 我想在這裡停一停 我們多次聽到 教會是新娘的領導者 但這個信息就這樣說 現在要注意 因為教會失敗了 一直存在於教會之中 但被認識到 是聖靈的恩慈 是聖靈的體驗 是現在正在招站教會 並繼續前進的事 第75段 在第76段 法林漢帝兄就這樣說 每當火柱移動的時候 他們就會隨之移動 火柱會停留在帳幕上 最近 你知道了孩子們的小主題 令到天使們 安寧於敬慰他的人 他們停留在那裡 讚美主 聽一聽這個 他停留在帳篷上 因此 他們與他們 一起扎營 讚美耶和華 這個火柱 現在 白南漢帝兄也這樣說 如果是晚上十點 下午兩點 這一千個宣告被摧毀了 每個以色列人都拆下帳篷 拉起木槽 把所有東西都摘起來 他們跟隨著火柱 噢 今天將會見一件好事 他們跟隨火柱 然後火柱停下 他們就在那裡建築了 救會迷失了 讚美主 是不是 讓我再讀多一次 每當火柱移動的時候 他們就隨之移動 火柱停在帳篷上 即是他們的屋上 如果是晚上十點 下午兩點 一千個宣告就被毀滅了 每一個以色列人都拆下帳篷 拉起柱子 把一切都纏繞著 然後跟隨火柱 無論明天是上午十點 晚上十點 下午兩點 或者深夜 無論明天在哪裏 跟隨火柱走 當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時候 令天父通過祂今天提供給我們的方式 向我們說話 新娘將會有一個起源 無處不在的神 有時會在德國 在瑞士 甚至在非洲 以至世界各地 與祂的新娘講話 告訴我們 我們是活神住所的活障牧的建築物 我們是祂完美的女兒 我們如何成為這些人呢? 白南漢堂兄就這樣說 基督派我去建立個人 令他們達至耶穌基督的新娘 藉著祂的道 讓他們成為聖靈的力量和住所 藉著祂的道 明白嗎? 建立了個人這個地方 不是建立更大的組織 而是建立個人 以神的女兒為基礎 要施特希繼續 通過預定 神簡選了我們 並給我們啟示 祂最終派了誰來指導我們 告訴我們 如何成為聖靈的居所呢? 令我們有可能成為 與禁神聖的神的關係者 我們只想跳來跳去 以最大的聲音尖叫 我們生活與神同在之中 每天進食祂最新鮮的儲存的Mana 天父總會派出一個享道 來帶領祂的孩子 祂派了祂的天使 引導摩西帶領日母 只要他們遵從領導摩西這個火柱 他們就會沒事 當時神帶領他們 到達應祂之地的閘口 然後神派了祂的享道 約書 祂告訴人們什麼呢? 請靠方舟 因為祂從前 從未通過這種方式 換句話說 請靠這個道 在神的道之中 祂告訴我們 祂將再次來到這裡 並好似祂的兒子 耶穌當時這樣表現自己 因為神有很多事情 要告訴我們 白藍漢帝英就是這樣說 我們環有很多話 要對你說 但你現在無法忍受 而然 當神的真理之靈降臨的時候 祂就會引導你進入所有的真理 因為祂不會自言自語 但無論祂聽到什麼 神都會說 神將會告訴你接下來的事情 因此 神必榮耀我 因為祂必接受我 並向你展示 天父所養我的一切都是我的 因此我說 祂將要接下我 明將祂展示給你 要失敵兄繼續 神答應要派遣真理之靈 即祂的聖靈來領導和帶領我們 祂不會自言自語 但無論從天父那裡直接聽到什麼 說話並告訴新娘 換句話說 將成為顯示事物的各位一位 在每一個年代 神在地球上 一直都有代表祂的享度 這個享度具有理解力 知道去哪裡 以及做些什麼 祂派出的一個享度 但你必須接受這一個享度 你必須相信 你必須按照祂的講法去做 巴默康弟兄這樣說 看到嗎? 祂會讓你在一起 如果我們讓聖靈 令我們團結在一起 我們將成為一體 如果 如果我們只要不讓魔鬼 帶你走錯路 這樣我們將成為一種心態 一種思想 一種共識 一種靈 聖靈 神的享度 來引導我們所有人的真相 除非我們跟隨 上帝所提供的靈袖 否則 我們如何能夠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呢? 神有許多福音傳道人 教師 師徒 以佛所書 四章十一節 充滿聖靈的神人 向人們發出了神的呼召 將人們指向耶穌基督 上帝也選輸了當日的領袖 直到 是T.I.L.L. 北南漢弟兄就這樣說 直到我們眾人 在真理上 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意志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娘 以佛所書 四章十三節 一七弟兄繼續 除非我們在神的聲音之下 團結起來 否則 我們將不會團結一致 神派遣了 代表祂的享度 祂選擇了這個人 並通過祂 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 祂答應派遣祂偉大的天使使者 叫喊祂的身符 有一天 將會站在地球表面上的那個人說 漢娜 上帝的羔羊 快來讓我們 在潔伏索維爾時間 下午一時團結起來 聽聽聖禮 通過祂應許當日的享度 向我們講話 並向我們帶來訊息 聖禮 羅恩大編號 六二一零一四 二 約失伯林韓帝兄 聚會前 要閱讀的經文 聖禮漢福音 十六章十三節 聖馬赫福音 十六章十五 聖禮漢福音 十六至十八節 聖禮漢福音 十六章十七至十五節 使徒行轉 以佛所书四章三十节 以佛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比德后书一章十一节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 现在,如果你可以在 借拉维斯塔网站上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 挪威语、罗马尼亚语、俄语最恒翻译 即是可以在巴林海湾堂这个网站 现在在营光幕上看到的 在一个串流媒体网站上看到翻译 在那里还有其他语言 无论你在世界各地 无论星期日的上午十点 下午两点 这个是晚上十点 或者是深夜 你也可以在周日 涉择训维尔时间下午一点 听这个绿音带 在那里 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用这个道来团结 愿神保守你 和平安 神祝福祢 和废祝福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